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你我每一天都在做选择 有光明的选择,也有黑暗的选择 而我们思想,恶人如何引诱人走上罪恶 走上错误的道路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十篇,一百四十一篇 这篇经文特别大为提到 求神拯救我,脱离错误,罪恶的路 而恶人如何引诱人呢? 第三节,耶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我们看到恶人引诱我们 第一个是有很多错误的言语恶言在我们的四周 也让我们口出恶言 并且第四节,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是很多的时候,罪恶充满人的心 让人的心充满是错误邪恶 第四节,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 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是的,我们看到恶人同伙 要引诱人做错误的事情 恶言恶心恶友 这在我们的四周,在引诱我们 而大卫的选择是什么呢? 大卫勇敢有魄力的选择 他要大力的拒绝这些罪恶 神要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罪 我的心不可以拼向邪恶 我千万不可以和这些作孽的人一同行恶 并且他大力的呼求神来保护我 你把这些主耶华 我的眼目仰望你 我投靠你 求你不将我撇得孤苦 恶人一定会遭受刑罚 而我们要被神来保护 而我们具体知取 拒绝罪恶 走正确道路的关键在于 祷告 耶华 我曾求告你 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 我求告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用不住的向神祷告 愿我的祷告如香 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主主让我们每天早晚 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向神献祭 请你神的保护平安 这一章的要节提到 愿我的祷告如香 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 我仍要祈祷 主神帮助我们每早每晚 在关键时刻 不住祷告 智取神的同在 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愿我们的心 同你的喜悦 愿我们的祷告如香 陈列在你面前 我们举手祈求 不住的祷告 经历 神福音的恩典大能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嗯